有哪個女生會不會想說 像自己的媽媽 而且是妳自己本身狀態 已經不害好了 女生的忌諱 講跟年紀有關的東西 不行 不能說 妳跟媽媽長得好像 然後所以當時 我聽到這句話就中傷 所以我就淚奔回家 就很受傷 所以妳很像的是我媽 對 因為妳愛媽媽 然後反正後來之後 她為了跟我和好 她就 她沒有說對不起 因為我覺得男生可能自己 有的時候會拉不下臉 說對不起 但是她自己找了一個台階 她就買了很多的保養品給我 所以我當時說 保養品的時候覺得很開心 雖然說她還是覺得 我的氣色不好 然後所以她就給了我 很多保養品 所以我當時就覺得 雖然說對不起這句話很重要 但是如果男生說不出口的時候 其實可以做一些別的事情 來行動代替 對 行動也是很重要 所以就是我自從那次之後 我就知道其實外在也很重要 不能讓大家覺得說 因為男朋友會覺得 帶女朋友出去面子很重要 如果女朋友看起來像媽媽 真的帶不出去 就打理自己這樣 對 所以就是除了 擦的保養品之外 我覺得從內而外也很重要 然後為了這件事情 我就很努力的做功課 在網路上找到一家 就是網友大推了一個 日本大廠的膠原錠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很厲害 吃的不會變化 這個牌子 我以前有吃過膠原蛋白 可是膠原蛋白都會有一個臭味 尤其是粉的那一種很臭 很臭 其實粉狀的都會有那個腥味 但是因為它是顆粒狀的 所以其實非常好吞 直接吞進去都不會 它有一種牛奶鈣片的味道 這個我現在有在吃 所以我知道 你有在吃耶 對啊 這個牌子其實很有名 你以為只有女生可以吃嗎 沒有 沒有 我們比較亞裔男生 會在乎這個 沒有 因為我現在 你也怕被說像爸爸這樣 我已經是爸爸了 怎麼叫說像 你好像你兒子爸爸 我就是 其實男生也很舒服 因為現在對我們來說 膠原蛋白也需要補回來 對 男生女生都需要 然後它還有維他命 維生素 所以我也可以把它當成 一般的保健品來吃 它裡面有七大的美麗成分 就是它的膠原蛋白是魚的 它的分子很小 小分子反而可以讓身體 更好吸收 然後因為像我自己 就是覺得有時候 你的代謝變好的話 其實會讓你的皮膚變得更好 所以其實它裡面還有 不是這個 配咖啡嗎 其實這個可以配咖啡嗎 我純粹是想喝咖啡 然後順便吞啤啤醬是不是 而且人家說 醫師說吃膠原蛋白 要搭配維他命C 膠原蛋白吸收才會好 它裡面就是同時 也有維生素C 維生素B群 就可以讓自己的代謝變好 而且你不覺得它很方便嗎 因為像我自己非常的懶 我很常就是以前遇到 都是要用泡的 泡醬 妳泡豆漿 泡牛奶 泡豆漿 味道都會變 對 而且研發是可以變成這樣 就一顆直接好吞 所以其實男生女生 就是身上放一罐就很方便 就直接可以 像我一天都吃三顆 而且它裡面還有B群對不對 就可以保養的同時 又可以提升那個精神 尤其是現代人 其實都很忙碌 很耗體力 真的很需要補充 而且因為其實 其實它雖然是膠原蛋白 但它其實也是會有熱量的 所以其實你不用吃太多 一天三顆 因為你吃多了 對身體也沒有多餘的幫助 對 剛剛好我的份量就夠了 不錯... 所以有改善嗎 你們之間的關係有 我後來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就是自己也變漂亮以後 就覺得好像不需要 氣色自己變漂亮 氣色變好了 對 因為每次在看以前的照片 我都覺得我以前長得好老 然後慢慢的發現自己的氣色 從內而外開始變好以後 就會越來越年輕 就像剛剛 妳可以問黑人 因為黑人就是 把妳從小看到大的 他以前就是偏黃 皮膚很辣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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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起來很不健康 妳現在就比較會打臉 對 氣色變好就不會辣黃 比較像的感覺 真的 我覺得女生 最值得投資的東西就是保養 有保養真的有差 所以像以前 她都是要在日本買得到 現在在台灣的各大藥妝 網路上都買得到 所以像我都會直接 網路上訂到 寄到家裡 就非常方便 這是日本的老品牌 我以前也是拖人家 就是日本代購買 真的喔 對 然後現在去台灣買得到 很方便 那很好 男生女生都需要教員大師 所以她結論就是打理自己 對 要先愛自己 別人才會愛妳 沒錯 再也沒有被說過像媽媽了 再也沒有